伯産機院公共衛生部門正在調查至3月中旬以來 5名無家可歸者感染甲型肝炎的疫情 甲型肝炎是一種影響肝臟的傳染病 通過人際接觸傳播 這病毒只能通過血液或訓便檢測確診 很多感染者並不知道自己已感染該病毒 公共衛生部門表示 由於無家可歸者可能無法使用洗手和廁所設施 感染的風險更高 公共衛生部門正在為營地和臨時住房地點的無家可歸者 提供免費的甲型肝炎疫苗 因為這些地方有潛在的暴露風險 儘管當前對公眾的風險較低 但衛生部門仍建議居民採取預防措施 如接種疫苗和勤啟手 甲型肝炎的症狀包括發燒、惡心、嘔吐、輻射和皮膚發黃等 嚴重時可導致死亡 天皇壞記者編輯報導 天皇壞記者編輯報導 icion廣告